在职教师 在职教师 信赖保护 信赖保护 军工教年改虽然三读通过 教师抗议年改的力道还是继续 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 27号上午来到监察院陈勤 要求监察院协助提出视线 他为了省一些鸡尸料 让这母鸡不下蛋 伤害台湾的教育 伤害台湾的下一代 这个是一个非常粗暴的改革 街头抗议不断 新台湾国策智库27号公布民调 评估2020年总统选情 显示总统蔡英文 无论在党内或党外 都面临极大压力 尤其是呼声超高的台南市长赖清德 民调已经力压前任总统 民调结果有38.2%的民众 支持赖清德竞选2020 但支持蔡英文的选民 却只有20.8% 我曾经讲 这个蔡英文女士 你做四年就好了 这个任期完了 那么要请谁 我认为那个才请赖清德最好 我感觉最总统较好 现在 说这个行政一定会 我感觉就没那个必要 独派大佬孤宽敏力挺 近日内阁改组声浪评传 赖清德被点名接任行政院长 孤宽敏却觉得没有必要 不过民调也显示 蓝营台面上天王们选总统支持度 都还是输给蔡英文 但如果派出新北市长朱立伦参选 和蔡英文差距最小 只差4% 不过距离2020还有两年半 民调出炉 但变数还很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